老杨到处说 东南西北危机四湖 乌云密布 战争的乌云会从哪里升起 第一枪会从哪里打响 大陆的学者丁东 在他的公众号推送一篇文章 题目是东邪西毒 周边战争乌云会从哪里升起 我呢就干脆讲 第一枪在哪里打响 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就一句话 纵观当今中国的周边环境 可谓危机四湖 第一 中运边界 中运边界绝2017年发生 长时间罕见的动囊军事对峙之后 斗争战线进一步扩大 仅就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 双方动用了除热武器之外所有手段 直到枪声在边境响起 据说最多长达200多发子弹 互相对不是对射是鸣枪 这表明什么呢 中运边界问题下一步升级的方向 将是真刀实枪的对抗 这一地区将是重要的战争风暴中心之一 现在印度说成兵百万 中国有五万的军队开始有机场有战区 有红旗二等等的部署 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 中运边界的对抗的深层的背景 背景就是中美关系继续朝向敌对的方向演进 以此同时美国印度正在形成 新造不宣的军事同盟 政治同盟 俄罗斯冷不丁也来插你一脚 好了 关键是跟中印关系紧密相关的是西藏的局势 潜在的民族冲突 宗教冲突 如果跟中印边界军事冲突对抗 前景关联在一起 势必加强印度 它的气势 印度这口气憋了六十多年 就是想跟你干一仗 现在很多的说法我们不太清楚 那么这里面雪山狮子旗都推到第一线去 有了扬言 印度这打完以后要攻下什么拉萨 就跟当年越南说的 环石有木棉花地方 都是我们越南的领土 打过中国到广州去过年 很嚣张 那么印度现在也有这个架势 中印边界 第二个是中盟奔建 今年年初 美国日本蒙古第一次在华盛顿举行三边会谈 美国日本重申的致力加强跟蒙古的各方面的关系 三方对自由开放的印太 印度太平洋抱有一样的共识 同样的印度 美国和印度作为印度和太平洋具有领导性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领导性的这么一个大国 关键的所谓的民主国家 他推进跟蒙古的关系 可不是为了他几万头羊 也不是为了那个矿产 而更不是为了贤情意志到大产业六马 不是 而是有很重要的地缘战略的考量 就在中国的背上 中国的背部在离北京最近的地方 埋下一个钉子 那么无论所针对 应该更多是针对中国 而不是俄罗斯 俄罗斯对蒙古的内部的事业的干预 其实也能难是千丝万缕的 好了 蒙古的民族情绪 由于内蒙古最近发生的那些事 谈不上是庸人之老子不知道 他们正在急剧的发酵和强化 把它视之为大蒙古民族的共同事物 表达了介入的意愿 台湾也不甘人后 民进党政府国民党政府 长期经营跟蒙古的关系 也二十多年了 我们到台湾去 民进党朋友请你喝的酒 是成吉斯汉牌的瓦德嘎 这个说明了他们的互动的东西 还是比较频密的 一旦时机成熟 这个地方的稳定一定会受到干额 所以也不可大意 讲到中朝关系 中朝关系形势更是波绝云轨 诡计 异常 朝鲜问题是特朗普当政以后对外外交关系优先政策方向 虽然最初的意图没有实现 到了新加坡 后来找了地方不太对 那个地方叫越南 越做越南 所以也是无功而返 但是他从来 美国从来没有放弃一切机会 努力推动对朝鲜 内部事务的介入和对朝政策的议程 寻求比他初心更大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不是解决无核化问题 而是解决朝鲜跟美国的关系的正常化 紧接着潜在的敌对目标 锁定的是中国 特朗普是商人出身 擅长以大交易 在河内他失败了 但是未来充满各种可能性 现在有言之早早的传闻金以正 十月困要访问华盛顿 那么朝鲜无核化问题不可能再由北京的习近平叔叔说了算 而是由华盛顿的特朗普伯伯说了算 在此之前 没有搞过外交的特朗普 在外交问题上有很多的突飞猛进 中东问题 撮合了以色列跟阿联酋 跟巴林的外交关系正常化 中东国家开始松动 也纷纷表示要跟以色列改善关系 南亚次大陆印巴关系 他也有所选择保持一个恐怖平衡 阿富汗他用斩首的炸弹搞得塔利班 首脑血漏模糊 化地为牢不给我轻举万动 乖乖的听着美国老的话 巴尔干半岛 两个树敌塞尔维亚跟科索沃 不能说握手言和 但是在白宫建政之下签着了经济合作的协议 这是很令人羡慕的外交突破 如果金以正顺利防美 或者达成了朝美关系正常化 甚至表达了朝鲜无核化的意思 那么朝鲜的中美关系之间的选边站 可能也会北京的习近平输出感到很尴尬 甚至有点坐立不安 再来一个南海问题 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开宣布 在南海问题上放弃战略模糊 转向战略清晰 他在东盟在中国选边站 反对中国的主权声索 支持地区国家 东盟以越南为首的东盟国家 联合发表声明 不配合北京的最新的南海政策 你说你是共同家园 人家不把你当一事 然后支持美国介入 那么美国这个国家的特点 一定要记住 一旦他在政治上做出决定 他一整套的战略策略和实际政策 就会随之而至 而且很有彰化的不断推进 美国正在利用一切可能 在南海在东盟贯彻他的新的政策意图 而使这个地区的形势更趋于错综复杂化 所以南海也成为潜在的战争策源地之一 飞飞扬扬 美国澳洲准备跟其他西方国家一起 把中国在南海的人工岛礁给炸掉 英国 法国 德国也掺了一脚 会不会出现新的一种西方联盟呢 这个有待观察 但是负责建岛了这样一个中支央企 内部文件显示 他们也做好了 人工岛礁一旦被炸了以后的 修复工程的准备 那当然军方也有自己的应运的准备 所以这个地方也不得不防 中日关系 日本的菅义伟内阁成立以后 马上表示重视台湾关系 马上表示有他自己的本身的独立外交 跟美国还有盟友的关系 安倍的弟弟 汉宪靖 汉信介 担任了国防守防务大臣 推行了能够是安倍的路线 日本的议会做出决议 在钓鱼岛开始建设渔业设施 摆明此时此刻在钓鱼岛问题 要跟你全面摊牌 趁势而入 日本其实在2012年13年的时候 就准备跟中国的钓鱼岛干一仗了 后来两个国家之间有一定的斡旋 暂时他就是想 试看看你中国的海军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那么现在试炼中国海军的能耐已经出现了 那就是南海 那就是台湾海峡 所以这个问题 中日关系有态势 但未必是当务之急 我以后说 第五 台湾海峡的局势 就成了目前最大的聚焦点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这个历史地位决定了 在中美关系的任何的演变过程中 台湾一定要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它从来都不会缺席 我们看到了美国在对台政策已经有一个大的战略 正在下一盘大棋 它比任何一个地方的热点都要更加认真 缜密 小心翼翼 雄心勃勃 有恃无恐 对于中国大陆的来说 好像做一场梦一样 中国梦刚做完 转眼间 美台关系已经进展到 在一个中国的红线边缘游荡的阶段 美国台湾联手不断的在中共对台政策的边缘线切香肠 美国打破了不跟台湾进行官方往来的禁忌 是吧 进攻性的武器的输出在进行中 军事合作插破底线指日可待 好了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第三号人物访问台湾 79年以来 美国访台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员 美国的军事顾问团 其实在台湾已经行之有年 美国的这么高级的一个官员访台 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 公开的阐述台湾主权未定 中方虽然有严厉的反应 国防部有警告 然后不宣而战的实战性的演习 也在未经事先通炮前后突然进行 16架的战机 不同的方向逼近台湾空域 6架的战机 夹击夹包 两架台湾的军机 这个是北京有自己很鲜明的态度 但是美国的态度更专鉴 频繁地援领台湾关系化 频繁地援领对台六项保证 甚至开始有出现一个 放弃三个联合公报 放弃原来默契的一个中国原则 放弃中美之间有关秘密的六项协定 周恩来进行这个 美国总统说台湾问题 他们知道我们会做什么 他们是谁 北京 我们是谁 华盛顿 好了 玄机重重 也就是说美国的台湾问题上 不排除公开介入的选项 因此台湾海峡是中国要面对 第三个重要的战争策源地之一 好了 大国竞争 中美交恶 地缘冲突 冷心冷战 不断的服刑 战争越来越成为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 所面对的最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重大前景 而最具有悬念的 哪个地方会首先开第一枪 虽然我们谈不上属于是自己外交引起了四面树敌所致 但是这些周边的战略热点现在不约而至 不约而同 同步的拦起了狼烟 应该跟这几年的外交的作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这一点没有人敢否认 第二 外蒙古对内蒙古地区的事物的跃跃意识 背后有美国日本 也有俄罗斯的鼓励 台湾的个头不大 但也有台湾的严肃 但是这个地方可控性相对比较强 暂时还不一定是迫在眉睫的蓝眉至极 但是处理不好 那就是在北京最近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极大领域的不安定的东西 好了 南海问题 东盟涉及国态度一致 不尿你共同家园的说法 欢迎美国西方介入 美澳以及其他西方国家 会不会联合出手为保护所谓国际航道 炸掉你的南海 人工岛家不排除 所以这一点应该也有一些意境的部署 朝鲜问题是 习近平叔叔 对金氏兄弟的亲美趋向 现在显得有点束手无策 无能为力 但是朝美关系的正常化 不会马上构成对中国东北局势 对北京对中国 产生即使的威胁 北京对朝鲜局势的把控 应该也有一定的预案 以台湾和南海相比 钓鱼岛问题暂时可以按下不表 只要稳得住 中日关系的节奏 危机处理 它不是首要要面对的一个预警 第六 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更加的突出 美国如果 承定双重承认 落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 废治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迫使中国做出主动断交的抉择 美国对台政策的改章意识 其实已经触犯了反分裂国家化的红线 无论是谁 你不做出非和平方式的面对 你就要下台 实战型的军演日期披靡 一旦发生非常事态 惩罚性的军事动作立刻出现 直接了当的封锁 都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 所以福建沿海 浙江 上海 广东 房地产价格可能会有一些浮动 因为这个东西不再是空头下午的 而是一个很现实面对的危险 在内外交困之下 中共对社会内部的各种政治高压和监控 会越来越频密 严密 不可可预测水银泻地 尤其是高新科技资政之下的 精致的专制主义 会表现得更加的活龙活现 可以这么说 中华民族尽管不会到了已经最危险的时刻 但是中共的执政能力 习近平的决策能力 领导能力恐怕到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检验的一个临界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